食药署公布今年七八月 蔬果农药残留监测的结果 总共是有八十件不合格 而其中千叶、竹尖、马辣等知名连锁火锅都上榜 另外,竹打新鲜水果的首摇影、大院子 也被剪出柠檬含有杀虫剂超标 就是这间位在基隆南荣路的逐渐幸福锅物 日前被卫生单位抽研发现 店里火锅使用的青江菜农药残留超标 已要求下架回收 并移请农政单位进行源头管理 为了维护消费者食品安全 食药署今年七到八月间进行市售输果农产品 农药残留监测 其中有八十件不合格 除了基隆南荣路的竹尖火锅不合格 台北松售路的麻辣火锅 店里提供的绿五子葡萄 也农药超标 前夜火锅台东尊爵馆的红凤菜 剪出台有三种农药残留 台北文林店大院子的柠檬 则是陶丝松超标 医事警告陶丝松是有机磷杀虫剂 如果大量误食恐怕造成呼吸衰竭 校署提醒民众优先选择当季蔬菜水果 可挑选具有有机产销履历及CAS优良农产品等 标章农产品或是幸运良好商家 此外也建议以流动清水先浸泡再冲洗蔬果 水果则以水冲洗后再去皮使用 记者 杨龙翔 特报道 此按钢 小林阳 杨龙翔 水果则以免 津苔 津西亜 林寅 林市場 市場